欢迎收看透视中国节目 2003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 它就是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该据大胆欧歌民主共和制度重塑历史人物 被认为有借骨讽金之嫌 令中国政坛和民间传言甚多 中央电视台在首轮播出中奉命边播边检 并在播完后不再按原计划重播 各地方电视台的播出也纷纷被取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这部历史四年耗资千万的历史题材电视剧 遭遇被禁播的命运呢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禁片赏戏栏目中 我们请著名历史学家 谁是新中国艺书的作者 辛浩年先生 和我们一起赏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一探其被禁播的究竟 这部电视剧主要表现满清王朝在它的没落起 也就是1865年到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五十余年当中 它为了挽救满清王朝这个末世的王朝 它也为了挽救已经两千多年的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所进行的一次改革开放 在这五十年当中 它的改革开放有两个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变法 以救大清江山 第二个阶段是变质先保大清皇权 而在第一个阶段里面 它主要经过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内容 第一它是李鸿章为代表的改革开放 也就是洋务运动经济改革 第二个内容就是康有为要求政治变法 第三个内容就是慈禧太后推行新政 而在第二个大阶段里面 它主要做了一个内容 那就是要君主立宪 预备立宪 在长达五十年前后两度的 这一段清王朝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当中 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血有肉 有泪有情的故事 而走向共和 就是对着五十多年的血泪的故事 进行了一次非常艺术的再现 表现了历史的真实 走向共和那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那它为什么被禁呢 这部电视剧由于真实的表现的历史 也就真实的激势了清王朝改革开放 必然失败的命运 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 也就是别人所说的借骨欲经 清王朝五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在当时叫洋务运动 叫变法 叫新政 叫预备立宪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改革开放了 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的改革开放派大臣 他做过开国门 引进外资 允许合资 允许民办企业的产生 建立经济脱区 开放通商口岸 这一切不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做的吗 无需变法就是政治变法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政治改良 进行了一百天 慈禧太后 在蔡市口砍了六颗要求变法人士的脑袋 通缉了22个变法维新人士 把他们从国内赶到国外 今天呢 1989年邓小平用坦克车激光枪 扫射了无数的学生和群众 通缉了赶出来无数的民运人士 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 是没有电灯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火车 没有汽车的短短的几十年 上海当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 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 他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 他的浦江岸变了一栋栋的高楼大厦 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桌窗 可是这个成就 他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 没有 1905年 孙中山先生说 单单是引进 踢路火车 电话 电报 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 却不进行政治改革 只能使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纳索 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 1986年我在接受国内一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我就背过这句话 即便是倒退将近20年 在中共改革开放上升期的大陆 许多人都对孙中山这句话感到十分十分的崇拜 为什么 他就像讲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 所以说 这部片子实在能够挑动 当代处在中共改革开放下的中国人民的 那样一种情绪 那样一种比较 而认识到中共改革开放的缺陷 败政和他不可挽救的失败的命运 第二 更重要的是 由于清王朝的改革开放 具有专制改良的性质 也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专制政权 和专制统治而进行的拘步改良 他没有走通失败了 因此他给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中国共和革命 带来了历史的正确性和政治的科学性 这一点更是今天中共所惧怕的 第三条 那就是走向共和非常有创意的 表现了革命粗糙成功之后 共和刚刚建立之后 共和国呱呱坠地之后 将必然迎来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破 因为辛亥革命是向共和发展的一场革命 他建立了共和国 可是以一切倒退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势力 他们都要求推倒辛亥革命 回到满清 回到专制制度之下 这个进和退的关系 其实就是共和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关系 也就是我在学习新中国这本书的导论当中 特别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 任何一场民主革命爆发之后 必将迎来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破 必将产生这一较量 这个较量的过程就是走向共和的全过程 袁世凯复辟帝制 张勋复辟满清 其后是长达十年北洋军阀 加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 电视剧中的孙宗山先生 将专制复辟的危险性 或必须坚定的反对专制复辟的坚定性 持续性 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主题 告诉给他所有的观众们 只要一天封建主义还存在着 封建的思想还存在着 专制的思想文化还存在着 专制的形形色色势力还存在着 那么专制复辟就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然的 宗山先生在电视剧里的这一段话 是非常警醒人心的 我想在我自己的祖国大陆 在经历过了共产党五十多年专制统治后的今天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青年 他愿意动脑袋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一点发现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 恰恰在孙中山的线索上 用孙中山先生的话 用新开之后中国屡次出现专制复辟的艰难状况 影射了共产党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之下 在中国全面复辟专制制度 所以孙中山先生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里面 他的整体的线索是倡导共和革命 发动共和革命 创建真正的共和国 捍卫真正的共和国 最后还要加上一个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反对形形式式的专制复辟 这个意义是巨大的 是历史性的 这也是中共一定要 竟然走向共和的根本原因 他害怕人民来反复辟 我们看到清王朝实行改革开放 就是洋务运动 应该国力是在越来越好 那为什么清王朝最后走向了灭亡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 许多的王朝都进行过改革 但是改革开放的四个字连在一起 确实从李鸿章开始 虽然那个时代 它不叫改革开放 它叫洋务运动 那么这是中国的历史 从西方历史来说 俄国的沙皇 尼古拉二世 搞过改革开放 皮德大帝搞过改革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搞过改革 当然他们都失败了 因为这所有的改革 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政权 延续专制制度寿命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时代的 任何一个政权的改革开放都不会错 但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改革开放的目的 就像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 西太后所讲的那样 爱情觉罗的江山 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江山 爱情觉罗的江山是我的 也是你们的 这祖宗留下了江山 你们可千万别把它丢了 如果改革开放仅仅是为了爱情 俱罗这一个家族 不丢掉它所掌领的这江山的话 这个改革开放是做不到底的 经济改革的结果是什么 是要政治改革来配套的 可是由于政治上不放权 经济改革改不了底 由于政治上不放权 一些统治集团中的人 就乘着经济改革来进行贪污 才造成了腐败的齐升齐掌 因此伴随着满清王朝改革开放 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的 是腐败的加深和扩张 犹如梁广总督 自称是西太后一条忠实走狗的秦春宣 他就告诉西太后 新政推行之后 一线俱备之后 卖小官成了卖大官 小贪污成了大贪污 朝野上下 无不指责新政和立宪都是假的 预备立宪之后 秦王朝的状况是更加腐败了 过去不敢干的腐败的情况 今天不但敢干 而且大干特干 这种状况 跟今天中共改革开放过程中 所出现的情况完全一样 根子在哪里 就在于改革开放虽对 但是由于目的不对 他不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 和希望而进行改革开放的 他不是为了分权于民和分立于民去改革开放的 恰恰相反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都权于民 接力于民 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的出现 造成了新的腐败的泛滥 这才造成的虽然有所进步 可是进步的成就不如腐败的成就当 结果当然是一招佛网而已 所以如果说 今天中国大陆的观众们 看了《走向共和》以后 痛感到今天的改革开放 和大清朝的洋务运动 太相似了 结果太雷同了 那么我们应该肯定的说一句话 他们的命运就必然是一致的 这部电视连续剧被命名为走向共和 那它有没有什么一个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部电视剧的名字起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 第一 这部片子表现的是中国人民要共和 一百多年前 中国人民就要开始要共和了 第二 这部片子的题目表明了 要共和并不是今天要 今天就能要到 它还有一个过程 因此它才会走向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就是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情况 很多复杂的情况 很多艰难的状况 因此走向二字里面 盖国了一百年代 中国人民为了共和 而走向共和的 另一个艰辛的道路 和艰难的历史进程 第三个 这部片子非常深刻的表现了 在共和革命爆发之前 要经过多次的革命 多次的艰难奋斗才有可能获得 共和革命的粗糟成功 创建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粗糟成功之后 不等于这个共和国就已经完全建成了 也就是说 不等于说就已经完成共和了 确认和确立了共和制度 他甚至还要遭遇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破 这整个的东西都可以归纳在走向共和这四个 金光赏烁的大字之间 盖国的高建领的表现了中国一百年来 人民要求共和民主的艰难的全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共和还没有真正实现 看过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朋友 会很自然的想起 您的谁是新中国这部剧著 那有的朋友就会问 那您是不是也参与了 走向共和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策划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 而且已经很多人问我这个话了 那么之所以我最近遇到 很多人给我提这个问题 那我只能说一句话 郭内的历史反思二十多年 人民对历史的认识 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认识 和我在随时新中国里面 所写到的晚清的改革开放 郭内人民对孙中山先生 发动中国共和革命的认识 和我在随时新中国一本书里面 所提到的孙中山先生 发动共和革命的认识 是波摩尔和波约尔同 是因为我们都开始走向历史的事实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 我写的书他们表演出来的人物和情节 就是那样的相似和相近 中国在决心 人民在决心 2003年4月下旬 江泽民就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致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那么他在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在下次透视中国的节目中 我们将告诉您答案 请您注意收看 好 观众朋友们 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